智行菩萨 表延迟境界 戒律 它主要的宗旨 就是智悟行善 我们今天所谓 凡是负面的 不善的 决定要禁止 所以 佛格弟子 在家弟子 制定的无尽是善 就是标准 这就是属于智行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写音 不妄语 不应求 这无界 射线里面 把无界 扩张了 把这个不妄语 开为四条 不妄语 不念语 不悟口 不欺语 再加上 再加上意义 就起心动念 不贪 不成 不吃 加上前面 不杀 不道 不饮 这就是四条 这是佛法的根本界 对谁说的呢 对一般人说的 这是世界法 那学佛呢 必须要居足 无界是善 才有资格 入佛门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入佛门 这也就是说 世间人 要真正是个好人 佛才接受他 不是真正的好人 好人的标准 就是无界是神 实际上是普通的教学 没有要 它不是戒律 无界是戒律 戒律是必须遵守的 决定不能违反 今夜三幅里面 讲得很清楚 第一条 世间佛法 第二条 小臣 第三条 大臣 这是佛法 没有第一条 不能进入第二条 第二条 只有三句 受持三规 居足中界 不犯慧习 虽然只有三句 当中这一条 包括 很多 居足中界 在家出家的 小臣界 菩萨界 很多 那么有小臣 学习的基础 才能够进入大臣 大臣有四句 发菩萨 身心应苦 读诵大臣 劝尽心者 所以 今夜三幅 总共是一句 是一句 是自立 末后一句 劝尽心者 这就是弘法利生 你看看 自己不成就 不能教学 教学 一定自己先成就 那 身心 因教我 自己没有做到 不能教人 教人 也不相信 在历史上 教学最成功的 释迦牟尼佛 中国的孔父子 这教学最成功 为什么会最成功 他们都是掌握住 先行其言 我说话 我都做到了 我没有做到的不说 所以 别人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